熱呼呼漢堡搭配新鮮多汁的鱈魚 淋上美味醬料是不少人到素食店必點 但既鮭魚工藝短缺後 恐怕下一個斷貨的將是鱈魚 摩斯漢堡董事長林建元 對平面媒體透露 鱈魚原料供貨只能再撐一兩個月 若而屋不停站 航班無法恢復正常 恐面臨鱈魚斷炊 不一定啊 是嗎 可是我是覺得應該不會打太久 還是會 而且他也是一個 蠻多人都會滿喜歡的 再過幾個月後 可能吃不到鱈魚堡 民眾傻眼但實際詢問素食店業者 摩斯漢堡表示 目前供貨穩定 備貨量足夠 麥當勞回應 目前正常供貨中 漢堡王回應 海外原物料調度通訊 不會有斷貨問題 肯德基則因無相關品項 不受影響 而且與短缺問題 進口業者很有感 對 目前有可能會 誰加價搶了貨櫃 誰就可以先出港 最重要的這些掌握 都是因為從船班的那些成本 業者透露 各類進口海鮮到貨狀況 仰臺海運航班抵達 但如今到貨時間越來越不穩定 供貨受影響水產 將以鮭魚 鮮魚 以及印尼進口的高檔卵絲 為大宗 每公斤大約漲價15元 供貨不穩 連帶造成價格上揚 為了想大旦進口海鮮 荷包將大失血 接著今天講一下 於台北採訪報導 這款的海皇鮑魚 干貝XO醬 密集獨家配方 以10多道的嚴謹工序 將嚴選大干貝 珍珠包 還有石斑魚 飛利來入醬 製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掃描Cloud Code 或是直接到快點購的網站購買的話 記得要輸入 CTI567 就是蠟西的推薦代碼